欢迎收看鬼谷仙师五路财神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文心圣教 文心圣师同修我们国长共念零三会计 零三一会万年灯 零三一会万年灯 四八大院照光明 王禅老祖庙至圣 家始冠顶见太平 那么无量寿庙至圣 王禅老祖大天尊 然后无量寿庙至圣 王禅老祖大天尊 各位维心圣教以位千秋 恭祝阿弥陀佛圣诞 法会坛上列祖列宗诸圣灵及双法界三界万年众等阿弥陀佛 各位维心圣神联佛圣 各位维心圣神联佛圣 我们继续为各位来 只要维心圣神联佛圣 只要以眼睛所看到的 老师公联佛圣 老师公务员尤其对老师的尊敬 尤其对老师的尊敬 尤其对老师的尊敬 道德 伦理 等等的都把它放在一边 都是钱钱钱钱钱 才会造成这个孩子 那么的不懂礼貌 所以我去到他家了 我告诉他说 你这个思想是不对 你谁教你会读书 还是老师 叫你闯业也是老师 叫你种种的做人处事的老师 都是你的恩人 若是你继续这样 下去了人家不敢亲近你 有一天你会很惨 我还不听你这一套 他的爸爸害逃 我说你赶快 对着你的祖先 每天要忏悔 我告诉孩子的爸爸 也是我们信徒 每天要向祖先忏悔 所以你教育失败 观念错了 现在已经 觉醒了 所以他每天我要他早晚 跟祖先上乡的时候 要做反省 也要告诉祖先说 我对孩子的教育方式错了 请祖先闻 你们不要跟着我这一种做法 思想想法和行为 你每天早上起来 一定要向祖先忏悔 反省忏悔 所以我们这个信徒先生 他 过了差不多半年左右 又到全国寺来 告诉我说 叔父 儿子改了一半了 比较能够知恩感恩了 这个是教育的问题 你的教育方式行为错了 你的祖先 就以为这样就对了 所以造成你孩子的灵性 你就没有办法教育他 所以我奉劝 社会上很多很多的 年轻也好 中年也好 老年也好 我们对于祖先的理性方式 你不是说要 我要让孩子 以后更有成效赚头多钱 六亲不日 不知恩 不感恩 不报恩 这样绝对是失败的教育 所以我们这个信徒先生 我跟他说 你有一天有机会 你要现身说法 我们有一天有缘的话 会请你来 接受我们这个 专访 将你的心得 讲出来给大家听 这个也是在教育 所以我们在世界上 每一样都在教育 有行的在教育我们 无行也教育我们 你四龙工商 百业都在教育我们 所以我们也要教育大众 一面教将你所懂的教 然后养育培养起来 所以尤其做老师的 我最感恩的就是做老师 还有父母的教育 兄弟姐妹的教育 所以我们希望 各位维心闲事同修们 老主要我们从教育开始 宗教也就是 天地立宗圣人所立的教育 是名宗教 不是说宗教在那边 拜拜就是宗教 拜拜当然也是宗教 礼敬一切神与佛 礼敬一切众生 所以我们出生 投胎到地球上来 每一样都是在教育 我们要自己要认知 要自己认得 我们来世间要干什么 所以我们在天上界也在教育 来到人间界也是教育 曾经有一位我们的老信徒 他来到全国寺 他是一个很风气的人 很风气的 人也很慈悲 有时间也就带着一些亲朋好友来请示老主 老主开示他的亲朋好友 回去都得到安心 那么这一位我们的信徒先生 有一天自己来到宣伙室 我们在茶聊那边 跟我聊天 我请他喝了一杯咖啡 那师父啊 谢谢你 我的朋友来 得到老主的教育啊 发现过去的宗教观念 都弄错了 以为只要一笔咖啡举咖啡举啊 举举举举 如果没有要邀妆啊 请神啊请老主啊救了 神啊菩萨妈都不要救了 那我会要受 所以当然就没有办法 去找到安心之处 那我就告诉作业先生说 你今天带你的朋友来 是给了房产老祖教育 那么他从里面开花 从潜能开花 认知自己哪一个能做 哪一个不能做 所以我就送了一本 房产老祖学庙真经 每个人送了房产老祖学庙真经 回去自己练 一天练一遍就好了 渐渐的就开花出来了 而且你们送一切 佛菩萨所开示的经文 这个教育更宽广 教育自己的心以外 也教育我们的多生父母 教育不是我们教育 而是神借我们的口 生口义 来教育 我们的列祖列宗 还有冤亲在祖 多生父母 多生亲人 书王法界三界万灵 冤亲在祖等 所以他朋友回去 就练练练练练练的 老祖经 有时间就练 所以一个一个心稳定 那么我们这位信徒 心就很纳闷 他说老师我今天要请教你 为什么练经有这个功德 我说练经是最高的教育 我们世间老师的教育 基础教育 然后你从到社会上以后 一面事业 一面也要教育 你的教育 你的教育是教 用你的口将手 眼睛手看到了 用你的口 发出了声音 然后就回向 你的天神守护神 然后进入心田的 尝一切法 然后教育 你的灵魂界的心油 这全部都化为 你的护法守护神 所以这位信徒 信徒人说 师父那我懂了 以前我只是知道算命 知道算命算 算一次两次就过了 接下来要干什么 我要做一个非常有成就的 神的化身 菩萨的化身 上帝的化身 天神的化身 那么化身 你一定要依法修行 依法修行 然后到达回归到圣身 那么你当下 你就是神 就是佛 就是菩萨 所以我们这位信徒 回去之后 又带了一些朋友来 后来现在也都进入我们 维新圣教 一经大学 来学习 这即是王展老祖给我们教育 所以王展老祖鬼谷先师 是一个教育家 真正的教育家 天上 人间 地狱 天地 人 三才的教育家 所以我维新贤士同修文 要大家诵经 练经 这是无上的功德 不要以为说 诵经没有什么 因为一般 世间的小说 人间事 你要到达 回向到空界灵魂界 你就是要从事 这个宗教的 学习宗教的教育 那就是天地人 三才 融为一体 更完美了 所以山水蒙面挂了人 你就是修行人 好好的修行 你有库 没有财 没有关系 有库 库里面的财 你一次进来 不是就进了很多的钱 而是累积功德的财 功德财 才是真正的人世间天上的财宝 所以我们山水蒙卦的同修们 你们自我教育 教育自己的灵性 教育自己的空界 守护神等 要是念经以外 你自己的尊严 一定要念 山水 你有你的天师 山水蒙天师 山水天师教育家 唤醒自己 有教无略皆平等 素是亲友友情深 启蒙事业最永恒 所以我们来世间上 每一样都在教育 那么我们教育之后 再下一步 怎么办 就是自己自修吧 自己自修 成就在哪里 最后一口气 你绝对会了解到 最后一口气 那一刹那 你心灵 原者能的能量一打开来 哈哈一笑 原来你这一生就没有摆走了 再来我们人生 有百态 众生有百态 那王朝老祖给我们的 就是八八六十四卦 六十四种现象 的人生观 但是演化出来有八十四亿一千 多个人生的数字的命 和习性八十四亿多 所以我们做启蒙的教育是一生的 也是在天上界 也是在教育 我们岳师兄 他爸爸是一个教育家 有一天爸爸走了 走了 他进入我们的法门 突然间 晚上都看到爸爸在上课 在教学生 在讲课 好多天上界的神 也在听他讲课 他就很奇怪 在大恩寺 跑到大恩寺问我 叔 我爸爸是 也现在在当老师 是不是 他再生就是老师 他回到家 他到天上界 也在当老师 我说对 没有错 这种带着世界的功德天 回到天上去了 不然你不相信去向王朝老祖 叫圣 圣杯 先送老祖经一遍之后 你然而在普卦 也好 或者拔杯也好 结果连续给他英六杯 好高兴 要我有时间 就跟同修们提醒各位 世间做好事 天上回去做好事 世间做恶事 绝对会下地狱 这个也是教育啊 那么各位同修 我们人生百岁之中 每天都在努力的过我们的日子 这叫三地波的挂 三地波 三地波修 渐进 三地波命挂的人 我们修行啊 在做事业啊 绝对不能急 你一急绝对完蛋 一位企业家 开发一个观光景点 我说你慢慢开发就好了 哎呀叔叔啊 我的习惯都是 赶快开 你的钱呢 钱啊 开了就来 要花财 路要开 要花财 路要来 咦有道理哦 他那路呢 开原的路来 结果开不到一半 路还没开了 公司倒闭了 啊倒闭了咧 就来求老主 那一年呢 我们在这水路法会 从头对他拗 他希望他的事业 能够再起来 我说不可能了啦 你把你的整个的 你的德恨 整个你的祖宗 全部都赔光了 嘿嘿 所以这过了两年 也就往生了 留下一壁虎债 亲戚朋友被拖了乱七八糟 那就是他的命挂 三地波挂 三地波挂 命中有财 但是呢 他的这个财呢 都是短暂的 所以我们三地波挂 命挂的人 就是修行的命 不要急着像世间人 画大床啊 横冲直创 那绝对成不了 五路财神的化身 你只有渐渐的 渐渐的 你就是五路财神的化身了啦 所以五路财神呢 若是三地波命挂的人 三地波呢 三地天师呢 勿贪敬 我们人一般常常呢 很容易啊 在吃饭的时候 吃这个饭呢 一直掺着别人的桌上哪一个菜 别人的比较好吃 忘了他了 吃最好吃 哦 这个很危险的耶 所以三地波命挂的人 一定要看着自己玩 慢慢吃 不要忘了别人的玩 拼命吃 啊 都忘了吃自己了 想要拼命吃别人的 那都错了 三地波的命挂 要小心 啊 啊 叫勿贪敬 啊 知心 啊 知性 勿攀源 三地波就攀在悬崖上面 一旦你攀在悬崖啦 那一下就苦了啦 你只要踩一个 就剥落一个 踩一个就剥落一个 手你一定要一直挂 不但挂下来 全功尽弃啊 王展老祖开述 我们攀源是苦啊 要注意 攀源的人是苦 不要攀源 太攀源的话 那绝对是苦的不得了耶 那就三地波挂了 那么 他很坚实了 在生前 三地波面挂 就有时这一张图 山上 一个石头石头 你一直上去 一直上去 脚踩了 你要踏稳再上去 然后才能到他上面 不但 就下来了啦 我看过三地波面挂的人 后魂积了上去 脚踩踩的是毛财 上面攀着是影财 影财就是虎财 虎财 要注意 老虎站在 这个树的这里 然后在这里 你要急着要跑上攀 你一定要自己攀 踏稳啊 一步一步一步上去啊 不要急啊 先看自己的脚啦 不要只看着前面别的 上面有财 你不知道这里躲了一只老虎 等到你贪尽的时候 哇 老虎一生 哈哈 趴下来了 就三地波那边挂 那么在 万丈 三矮 三矮呢 有何干呢 万丈那三矮 再怎么陷 再怎么生 不理不要理他 只要你踏稳脚步 前面有什么万丈深连 跟你没有关系啦 因为我插得很稳嘛 插得不稳 你拼命的贪尽 贪这个缘分 自己没有了物 所以我们三地波面挂的人 请你们自己从这个二十八个字 里面你实际想到了任何一个字 你去用 那么你说二物贪尽 当你听到二物贪 想到二物贪尽 你回来 自己用意 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尽 用意寥寥分明 所以你这样的话 三地波面挂的人 你也可以当五路财神 所以大家学义经 做人处处可安心嘛 大家学义经 做处工作可顺心的道理 希望各位维心闲事同修 我们坚持老祖师真给我们的教育 不要贪尽 不要随便攀缘 要自己 有把握 我相信这样做的话 我们都能够成就为 当相相斗 北谷先祝五论财神也 祝福各位 祝福财神也 雙眼佛花花多壮小 我改咱多小尖叫 牙凡亦心相恋 放棄嘴嘴鸣鸣鸣鸣鸣鸣鸣